哎,哎,你好,我拍照手了,你报警了,我就想问一下,如果现在低风险还不解封,属不属于非法拘禁? 非法拘禁?或以其他方式限制人身自由。 谁限制你人身自由了? 现在,我现在是不是根据石家庄文件,就是昨晚发的石家庄发布,发布的关于有期恢复生产生活的通知,是不是应该,应该低风险地区全部解封? 这个是政府行为,这不是邀请,不是派出所所决策的。 不是,这个你们管不管? 我可以给你,怎么管? 这属不属于,就是非法拘禁,或以其他方式限制人身自由? 是不是非法拘禁,你在网上查牙百度,看有没有这一项? 行,您这边怎么,我给你一个办事数的电话。 办事数不,办事数浪等,我已经准备起诉他们了。 不是,我现在我给你一个办事数的电话,就说你问他是不是,就是咱们这,就是说,咱们这就是,第一份想对击,是不是应该让我们出去? 他让我等,但根据中央文件,他让我等,根据中央文件和事理文件都应该快风快解。 快什么? 快风快解。 你稍等啊,我看一眼。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条规定,非法限制他人身自由的,处十日以上,十五日以下拘留。 那你现在,你说的拘留,让我们拘留谁去啊? 问题是,现在这事你们管不管? 你们这事你们现在管不管? 这没说不管,这不是跟你,不是跟你说了,这是政府行为。 这怎么算政府行为呢? 山上市政府,那这是个人行为啊,那你说哪一个人? 小区物业。 我们,不是个人行为,这是哪一个人了? 小区物业是法律上的一个自然人,他不属于政府工作人员。 他小区物业,他有的权力,说不让你出去,都不让你出去吗? 这看门把门堵了,不就出不去了吗? 门堵着了,个人堵,谁堵了门啊? 物业保安? 喂? 物业保安? 喂? 能听到吗? 喂? 能听到吗? 这话有毛病了。 喂? 喂? 喂。 感谢观看